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门说 竟是和法里塞人坐在梅塞的座位上 那么他们所吩咐的一切 你们要照着做 并遵守他们的命令 但不要考发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只说不做 他们捆起难挑的重担 压在别人肩上 自己却不愿动一根手指 虚减轻者重担 他们的所作所为 全为了给人汗 所以额头戴上宽大的经文合纸 把扑子的边睡家长 他们最爱在言直上座首位 在会堂女座上座 又喜欢人民在史习上问候他们 称他们为老师 至于你们 不要让人称你们为老师 因为你们只有一位老师 而你们都是兄弟 也不可称呼世上的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 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也不要让人称你们为道师 因为你们的道师 只有一位 就是基督 你们当中最大的 要作你们的目役 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役 凡谦卑自下的 必备告举 对 对 对